我其实有点后悔 就是没有让他去警局检举 闹大就是爽 黄豪平拜报 南港鬼切车及喊冤 甜心女友披婚纱要结婚了 个人认为说于公于私 都应该有公开闹大的理由 我那时候人在中山站旁边 就是不可能有这种瞬间移动 我7点钟还在ray 明天一个节目的通告 那完全不可能是我 我没有买车 五月搭计程车 才躲过鬼切意外的黄豪平 这一次被网友乌龙爆料 在重阳路上演鬼支切车 还开窗骂人后 黄豪平首度露面及喊冤 昨天才突然惊觉一件事 有个叫刘威廷的海产艺人 他在2020年的时候 曾经被指控跟张立东 什么在高雄 盼人家酒精什么 不用酒精盼人家眼睛 有这样子的一个事情 但是他跟张立东当时 都并没有在高雄 被认错 然后我昨天就跟海产说 会不会有人拿我们的脸 在外面会不会非作胆 那时候那个网友你有跟他联系到吗 我没有亲自跟他联系到 但是他后来发在 我是南港人的社团里面的道歉文 是有人贴给我的 所以我看到 OK好 那我也不会去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其实一开始也没有打算说 真的要什么上法庭 报警这些东西 我纯粹就是希望让他知道说 这个东西对我来讲 是可能会有影响的 但并没有真的说想要闹到很严重 我其实有点后悔 就是没有让他去检局检局 因为他如果去检局 我就可以看到这支影片 现在所有人都很好奇 到底他看到谁 为什么会 就是这么的笃定说 那个人就是黄豪平 他其实就是也觉得很好笑啊 他也很好奇说 到底是谁跟我长这么像 就应该 可能真的有一个 长得像的人在外面吧 过去常被揶揄性向的黄豪平 仅来女友也被起底 就是传说中的剧场甜心周宇柔 台批婚纱高喊要结婚了 今天就是有看到报导 写说什么 才刚认爱就po婚纱照什么的 我有朋友传讯跟我讲 我说他每一次在拍戏啦 我看到有一篇报导 我不知道哪一篇写说 很甩性向遗允 我想说有必要很甩吗 其实在最早很早很早一篇报导 就是我女朋友的某一篇报导里面 就有提到说他是黄豪平的女友 有简单的带到这句话 可是大家没什么反应 所以我想说可能大家其实不那么在意 所以我很意外其实这件事情 大家这么关注 这个风格跟色料是我女朋友决定的 那地方是2400万左右 然后是32坪吧 室内是18坪 现在就是公社 每个月的房贷 就还行 就是现在在宽线期 但现在还行 就是负担得起 我爸妈当然是有出一部分 投期款的部分 但其实以我现在的收入上面 我不会去跟他们要更多的钱 而且是部分份 对 部分 没有到全额 我真的没有那个脸去要什么全额 而且其实 确实我觉得这几年 会让我爸妈 去慢慢地接受我在做演艺工作 是因为工作的收入上面 已经有办法 支应自己生活的支出 宽限期的房贷也都没什么问题 那只是一个爸爸妈妈对于孩子的关心而已 不可能啊 怎么会让女朋友去负担这个东西 绝对不会的 就我觉得那是我自己 对自己的一个负责 我觉得没有必要说 让他去负担什么